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依然是这个猫和老鼠 今天给大家玩一把这个汤姆,这个解锐玩了好几把了 感觉,哎呀,反正我听很多人都说,他们说这个猫取落了 但是我这把玩感觉太可以,就是可能是某个造型的猫取落了 而不是这个猫整体取落了,但是现在也不太确定 因为我只有这个初始造型是这么一个猫 老鼠还有一个那个谁,剑矢啊 这个猫我就没有金币买了 那这个地方呢,发现对面这个机械鼠了 一个平银直接带走,已经带走两个机械鼠了 那这把前期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比较稳 正常的话,这个地方完全能带走两个机械鼠,就是比较完美了 如果前期带的机械鼠比较少呢,那就有点尴尬 这地方有个小老鼠出门就遇着我了,直接一个平银 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烟雾,但是一个技能给他拉回来 再接一个平银,直接带走 兄弟这个雾放的不怎么好 其实他这个地方放雾100%会被我抓回来的 因为是平地,他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直接走,第二个往上跳 二选一,要是三选一嘛,我还能接受一下 这地方我守在这,然后扔一个玻璃,在上面那个台鞋上 这样的话,他的队友就不能从上面来救他了 这个地方注意那个带奶酪的,一个技能拽回来之后 一个平银,他带着奶酪跑不动 那这时候再放弃奶酪啊,就肯定是来不及了 这地方也是啊,我感觉大家是在玩这个解雷的时候 如果说你被这个,不对,解雷啊 玩解雷的时候,如果大家被那个猫追了啊 然后你拿着奶酪啊 我的想法是啊,大家直接跑啊 你就不用去太在意那个奶酪啊,没有用 他平地跑啊,肯定能追上你 而且,尤其像我这种,我这个猫升级了这个知识卡 有一个传爪啊,传爪之后呢 他这个攻击范围就变大了 就不像以前攻击范围那么低啊 抓你就更好抓了 而且你把奶酪,奶酪扔了之后啊 那个奶酪也不会消失啊,他还在远地啊 让你的队友去接应你一下 然后你自己,或者是你的队友来处理一下这个猫 然后你自己去搬这个奶酪,或者你队友接替你啊 都是可以的啊 这地方如果太执着于追这个东西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就是你会被猫无限的嘴啊 因为他明知道你跑不过他啊 然后这地方 这是我得到第二个小老鼠啊 直接绑上火箭吧 其实这个地方啊 我第一个希望是他的队友来救他啊 这地方他队友来救他了啊 但是我不会管那个啊,我宁愿他救走啊 这地方先一个这个,破一下他的技能啊 然后一个平衡再破一下技能啊 然后兄弟,再一个平衡直接带走啊 绑在火箭上啊 这地方他队友来了,不怕你可以救他啊 我直接打你啊 打翻一个是一个 这地方一个长软勾回来 是一个半血的啊 直接一平衡就直接带走了 然后绑在这上 然后再一个平衡抓住这个啊 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啊 你频繁的救队友啊,是没有用的啊 你必须得是有一个人把这个猫引走 你再去救这个队友啊 如果这个猫不走啊 你就一百遍队友啊 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啊,这地方他放技能想救条队啊 兄弟,应该想多了 哎,这地方他隐身了 我们预判一下啊 然后发现有个抓住老鼠啊 直接一把抓住 哎,你看 对手比较佩服我的预判啊 直接给我点了个赞 那这地方还是啊,兄弟 哎,他放这个烟雾,但没有用啊 我在烟雾里还是一个预判给他打倒了 然后直接送他上火箭 啊,这地方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毒秒数非常的快啊 他基本上这把完事啊 基本上就 再绑两次吧 基本上就直接匪了啊 他队友频繁的救他 然后也不用什么办法限制我 因为他这个队友啊 都是升级版的截锐啊 所以说技能 跟那个普通截锐能血运的那个不太一样啊 啊,这地方一直救他队友也被我抓住了啊 那直接送你去别的地方的火箭啊 那个队友他想救救了啊 无所谓 啊,那这个地方他 那个队友应该是救不下来啊 已经被放肥了 然后稍微握了一个 啊,很简单 游戏就直接判定我上力了啊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翻不了盘了啊 你想靠两个老鼠翻盘 基本上不太存在啊 除非你玩特别好啊 啊 那今天的这个猫猴老鼠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社会玩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